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 天佼干啦 卷心菜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来了美冰淇淋 和我一起做美食 小朋友们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小朋友们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只会出生 只会活 只会出生 你和我 只会竖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火锅美食屋 只会出生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杜哥和摩尔就会给我们找到什么好吃的呢 哇 好香啊 小古东 谢谢你今天来帮我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小熊 相信熊妈妈回到家看到你准备这么多好吃的也会开心的 小古东帮我在柜子里拿出一个碗好吗 咕咕噘咕噜 咕噜咕噜 好呀 咕噜咕噜 小熊 你的餐具都好漂亮呀 小古东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哇 好漂亮的碗呀 还有一个小杯子 这是怎么回事呀 小杯子 是你在说话吗 你怎么不开心呀 平时小熊只会用我装一些水 轻轻淡淡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今天小熊要给熊妈妈准备好吃的 我也想装一些香喷喷的食物呢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食物能装在我这个小杯子里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嗯 这有什么难的呢 在神奇的智慧树星球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哦 你可不要骗我 小股东知道一个美食 可是专门装在小杯子里的 只能实现你的愿望 小熊看见也会很喜欢的 那还等什么 快带我去看看吧 装在杯子里的美食之 蔬菜鸡蛋杯 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红果果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美食了 小朋友可以准备一个小的玻璃碗 我们先在这个小碗里呢 倒上鸡蛋清 倒进去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全部倒进去啊 然后呢我们拿出三种蔬菜 好 我们把这些蔬菜呢 像红果这样撕成一片一片的 撕完之后呢扔进这个玻璃碗里啊 要有耐心不要着急啊 接下来呢 红果果呢要撒这个了 哇 红彤彤的是什么呀 小西红柿 好 我们把这个扔进这个蔬菜杯里 好 红果果放个四个 哇 真漂亮 红色绿色是不是 好 接下来呢 红果果呢要撒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果腿 撒在上面 好 撒得均匀一些 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蛋黄呢 盖在这个蔬菜杯的中间 哇 好漂亮 红的 绿的 粉的 黄的 哇 五颜六色太美了 是不是啊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芝士片呢 均匀地撒在上面 把它们盖住 好棒的美食呀 营养丰富 摆放完成 最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烤一下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哇 看到了 营养丰富 色彩鲜艳 美味的蔬菜杯 做好了 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小咕咚没有骗你吧 我实在太开心了 突然觉得自己好厉害呀 咳咳 哈哈 是你来了呀 小咕咚给你介绍我的好朋友 他可是我们柜子里最漂亮的杯子了 哇 果然很漂亮呀 听说你可以让我们杯子也能装美食 我也想来试试 包在小股东身上啦 装在杯子里的美食之酸奶杯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今天的美食呢就是用酸奶制作而成的 那你们都喝过什么口味的酸奶 我吃过红色的是草莓味的 我喝过绿水的是米厚桃的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过灰色的酸奶呢 没有 还没见过 那灰色的酸奶比较少见 那今天呢 绿泡泡大厨师就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做灰色的酸奶 好不好 好 看 在我们的面前呢 有这样的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很多 黑颜色的饼干 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 用擀面杖 把它给碾碎 可以先敲一敲啊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刚才已经捣碎的这个饼干末 把它倒进我们的这个酸奶杯里 注意不要倒的太多啊 适量就可以了 倒完之后呢 我们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充分的搅拌一下 好 我们仔细看一看 现在的颜色接近于什么颜色呀 灰色 有一点灰色了 是不是啊 原来灰色的酸奶呢 可以用黑色的饼干末和酸奶 共同调配而得到 现在呢 我们要来给这个酸奶杯装饰成漂亮的小猫咪的图案啊 好 我们用筷子蘸一些巧克力酱来画出小猫咪的狐须 好 把她的鼻子 嘴巴还有狐须啊 先用巧克力酱勾勒出来 然后呢 在上面 用这个白色的酸奶 挤两个圆形的部分作为小猫的眼睛 当然了 在上面再点一点巧克力酱 就更加的生动了 好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小猫呢装饰完了啊 应该说呢有点难度 需要小朋友呢细心一点 也可以请大朋友帮你们共同来完成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小猫呢 基本上五官都已经做完了 好像还缺一个耳朵 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吗 不知道 现在我们要拿出杏仁 来当小猫的耳朵 拿出两个 然后还可以吃一个 然后还可以吃一个 好的 现在我们这个作品就已经完成了 嘿嘿 确实不错 那就谢谢你了 小咕咚 我要去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这个消息去 嗯 是谁在那儿呀 小咕咚 你好 我也是这个柜子里的杯子 我也想用来装美食 可是小熊已经很久没有用过我了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漂亮 这些转还有点奇怪吧 怎么会呢 小咕咚觉得你非常特别呢 对了 小咕咚突然想到一个美食 非你莫属啊 真的吗 可是我怕我不行 一定可以的 装在杯子里的美食之 焦糖布丁杯 哇 欢迎我们的两位小厨师和他们的妈妈们 欢迎你们 那今天呢 我们做的美食啊 哇 这个就厉害了 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焦糖布丁 哇 小朋友们喜欢吃布丁吗 喜欢 首先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材料 哇 小朋友看一下这是什么呀 牛奶 牛奶 接下来呢 小朋友要笑红果这样 把手伸出来 看过我们节目的小朋友都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要模仿什么小动物啦 嘎嘎嘎是什么 鸭子 小鸭子 我们要模仿小鸭子的嘴啊 来吃一些 哇 白砂糖 小鸭子说了 我好喜欢吃啊 所以我要多吃一点白砂糖 扫完白砂糖之后呢 我们把它倒进玻璃碗里 白砂糖现在应该是在慢慢的融化 接下来呢 鱼 我们要用到这个啦 小朋友认识吗 是 鸡蛋 鸡蛋 哎 像我这样啊 一 二 三 然后 好 真棒 接下来我们拿出这个打蛋器啊 给它们搅拌一下 好 蛋液搅完之后呢 我们用勺子 把它装进小玻璃瓶里 在这里呢 红果果要提醒大家啊 这个蛋液呢 不能浇得太满 好 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看到了吗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把它放进烤箱里烤一会儿 那今天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焦糖布丁 当然焦糖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焦糖 我们在小锅中倒入白砂糖和少量清水 小火熬煮糖浆 等五到十分钟后 糖浆开始有点发黄的样子 立即关火 这样焦糖就做好了 好 那我们的焦糖呢 也已经熬好了 在这里呢 红果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焦糖可能有些烫 小朋友千万不要碰 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啊 这个步骤让妈妈来倒 把它倒进这个布丁上面 真好看 哇 好 香香甜甜的焦糖布丁就做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适合你呢 真没想到 我也能用来装美食 还是这么棒的美食呢 谢谢你小咕咚 不用客气小杯子 其实不管是你们杯子 还是其他餐具 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好了 美食都做完了 我要去看看小熊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了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我这样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人三项和障碍跑比赛 大哥 今天有一场铁人三项的比赛 你要不要一起看呀 铁人三项说的是铁饼 煎酒和练酒比赛吗 铁人三项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才新设的比赛项目 可谓是最年轻的一项运动 开始游泳 自行车 跑步三项运动组合而成的 所以参赛的选手必须同时掌握这三项运动的技巧才能参赛 什么 一名运动员要同时掌握三种技能 这也太难了吧 嘿嘿 是呀 所以才被称为铁人三项呢 呃 那比赛的时候选手可以从这三项中选择自己最难受的那一项运动开始吗 当然不行啦 运动员要按照规定 一次进行比赛才可以 比赛开始时 所有选手要一起出发 先游泳1.5公里 再骑自行车40公里 最后再长跑10公里才算结束 而且三段比赛之间不能有任何停顿 所以在比赛过程中 运动员从游泳换到自行车 或者从自行车换到长跑 所用的时间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成绩 哇 这么远的距离 对于参加这项比赛的运动员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体力和毅力的大比拼啊 哈哈 你说的没错 哦 对了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项运动 它对运动员的体力和毅力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哦 就是障碍跑 哦 障碍跑又是什么运动呢 哈哈 这个嘛 不如我们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吧 我觉得障碍跑就是绕好几圈才能到达终点 我觉得障碍跑是在路线上放很多障碍 哈哈 小朋友的回答都好有趣 障碍跑其实是一项长跑与跨越障碍相结合的田径项目 它不但要求运动员具有长跑的耐力和技术 还要掌握跨越障碍和水池的本领呢 奥运会确定的该比赛项目距离为三千米 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必须要跨越三十五个障碍篮架 其中有七个还是水池哦 快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些运动员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是呀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了解了哪项比赛呢 雪人三项和珍爱跑比赛 没错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 千万不要错过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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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新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新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新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小朋友们 零零零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零零 好的 零零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好的 零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杨淼涵 我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鞭炮画 是不是很好看呢 大家好 我叫潘一� 我今年五岁了 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鞭炮画 是不是很好看呢 大家好 我叫李嘉宜 我今年五岁半了 你们看我做的鞭炮画好不好看呀 哇 好棒呀 太棒了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放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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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